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这个正式对MSF使用 如何来利用MSF来进行渗透测试 这样一个阶段 大部分都是实力的演示了 那么我们说做渗透测试 我们在这门课程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给大家说过 我们建议大家使用的方法 是依据这个渗透测试执行标准去做渗透测试 那么渗透测试执行标准 把渗透测试分成七步 那么其中的第一步就是这个信息收集 那么我们之前也说过MSF是一个框架 那么它是一个框架 也就意味着说做渗透测试这件事情 有的一个框架它就都可以搞定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用MSF来做渗透测试 我要开始第一步动作 我要利用MSF来进行信息收集 那么信息收集 我都可以利用它来收集哪些信息呢 首先我们之前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 就是进入MSFConto之后 我们有一个DVNMAP 其实也就是NMAP这个扫描器 那么利用这个扫描器呢 我们可以去对我们要渗透的目标 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扫描 这个主机发现 然后这个端口发现 然后再这个扫它的这个服务 扫完服务之后呢 还可以使用一些脚本 然后发现一些这些服务上的这个漏洞 那么都可以用NMAP来这个完成 所以在这里呢 这个我们进入MSF之后呢 也可以继续使用这个NMAP 只不过用这个DBMAP的这个命令合适 然后所有的扫描结果都会自动的 被保存到这个MSF的后台数据库 进而我们可以在这个后续的工作过程中 去进行调用 好 那么 我们下面就来看 给大家做一些个演示 如何利用MSF来进行这个 这个信息的收集 如何来进行扫描 那么一方面呢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NMAP的扫描 但与此同时呢 这个MSF其实并没有完全依赖NMAP的这个扫描功能 它自己也有大量的这个 基于各种不同服务的这个扫描的这个模块 所以我们除了介绍MSF之外 还会给大家介绍MSF自己 自带的这些个扫描模块的使用方法 好 那么我们先来这个 先把数据库启动起来 然后我们运行MSF CONFOR 启动MSF 好 我们看一下呢 这个启动之后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当前这MSF里面 一共有这1500多个 这个漏洞的利用代码 然后还有900多个 这个Auxiliary这个模块 那么Auxiliary模块 我们之前已经给大家简单介绍过 那么它的作用就是 主要就是来做各种信息收集 做各种扫描 做这种辅助性的 这种这个工作 那么它不会 Auxiliary 那么说白了 它就是一个 不传输 不使用这个 这个 这个配漏的 这个 XPLI 所以 我们说使用这个Auxiliary呢 它都是直接向目标补器去发送一些信息 然后根据返回的信息得到一些结果 所以扫描主要是由它来完成的 它并不会向目标补器去 传递一些配漏的 然后最终导致配漏的 在目标补器上去被执行 那么它不会做这些事情 所以那么这个Auxiliary模块里面的 这904个Auxiliary模块呢 其实就是主要我们要 在下 在这个马上要进程的这个阶段 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模块的主要内容 那么信息收集呢 其实我们要使用的这个模块呢 其实更多的都集中在这个Auxiliary 然后因为信息收集呢 我们大部分都要做扫描 所以大部分的 我们下面要使用的这些模块 都放置在这个Scanner 这个模块下面 然后我们这个按两下Table键 你会发现这个Auxiliary scanner 下面有479个 这个各种各样的Scanner 那么它有扫这个DV2 数据库的Scanner 还有做各种发现的Scanner 还有专门扫HPTP FDP 扫GMC 囤储设备 扫DNS 等等 这个各种各样不同服务的 这个具体的这个模块 像还有扫iMap的 然后扫这个LotusNose的 然后扫MetCircle的 然后扫MangoDB的 然后扫NTP的 扫这个NetSource的 NetSource也会有一些个漏洞 虽然它本身也是一个扫描器 还有扫这个POP3的 然后还有扫PC Anywhere 大量大量的这个 还有这个专门做端口扫描的 比如说做SIM SIM扫描 然后还是做这个SIM 就是半开的这个连接的扫描 然后TCP 就是这个全连接的扫描 然后各种扫描方式 还有这个Christmas 这个扫描方式 那么在NMap 介绍NMap的那一张 其实我给大家已经介绍过 各种扫描方式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不再过多的去强调它 然后还有Redis 这个SIP SAP 然后这个SCADA SMB SMTP SSH SNMP 等等这些服务呢 它都有相应的这个扫描模块 还有专门扫描VMware的 然后扫描VNC的 这个 一共400多个 那么这400多个呢 其实都是我们可以用来做信息收集使用的 那么像VMware通过这名字我们就知道 这是专门针对VMware某一项 可能会存在漏洞的这个服务 某一项这个具体的信息 来进行信息收集的这么一个扫描器 它虽然称之为扫描器 有的其实只是发很少量的几个 然后获取这个IP上的一个具体的一个信息而已 这些都是有可能会这个因为信息泄露 造成安全威胁的一些的这个点 好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DBNMAP DBNMAP 我们先拿它来扫一下 这个让大家先熟悉一下它的使用方法 进来之后 那就可以先来这个DBNMAP 然后1.2.168.2 看看我现在的IP属于正确 1.113 没问题 那我就来扫我当前这个网站 我先不扫服务了 扫服务可能时间要搞的比较多 做一个最基本的扫号 扫一下我当前这个网站 那么作为一个这个主机发现 这么一个 一个方法 好 我们先让它扫着 那么使用NMAP这个我们已经之前说过太多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不重复了 那么我要给大家主要介绍的是使用这个Auxiliary模块来进行扫描的 那么在使用具体模块之前呢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就是之前我们再给大家介绍这个Auxiliary模块的时候 那么当我们要设置说目标 你要Auxiliary一个目标的时候 那么Auxiliary模块都是漏洞利用的模块 那么它的具体的实施的目标 就漏洞利用的目标 那么都是具体的一个一个的这个精确的目标 我要利用这台机器这台设备上的这个某一项漏洞 某一个服务上的漏洞 那么当我们设置这个Exploit的目标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参数都是Rhost 而这种这个信息收集这个扫描模块的话 它通常会扫描的目标可能会比较多 所以在这个Auxiliary里面 所有指定目标的这个参数还是用Rhost 但是后面多了一个S 就是Rhost4 既然是S的话 其实也就是说我们在指定目标的时候 可以指定这个多个目标 可以指定它一段IP地址 比如说1.2.168.1.20 到1.2.168.1.30 那么可以用这种格式去指定这么一段 那么当然它也支持CIDR的这个表示方式 那么比如说1.2.168.1.0-24 利用这种CIDR的这个地址表示方式 那如果说你有多段地址的话呢 还可以用这个一个逗号 把多段地址进行一个分割 然后也是一次性的把它输入进去 比如说我要扫这个1.168.1.0-24 和1.168.11.0-24 这么两个网段的话 一共512个地址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一次性的把这个地址 作为这个Rhosts的值给它添进去 添进去之后 当它扫的时候就会扫这两个网段的地址 那么当然另外 如果说你现在的这个要扫描的目标地址 根本不连续 完全无规律 没有办法利用这种一段一段或者CIDR的方式去表示的话 那你也可以把你要扫描的这个目标的IP地址都把它放到一个文本里面 然后通过一个这个文件调用的方式去这个指定你这个文件的这个位置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这个一个简单的注意事项介绍完之后 下面我们就来给大家直接进入这个具体的模块使用阶段 首先我们说信息收集我们要做扫描 我们要做发现 发现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做这个局域网 本网段内的这些主机的发现的话 那本网段内的主机发现呢 经常会使用到的就是ARP ARP扫描 那么在这个MSF里面呢 是有专门使用ARP这种协议去进行主机发现的这个具体的模块 那么比如说 这个模块 那么它在Auxiliary scanner下的Discovery的ARP Sleep ARP扫描 好 这个刚才用NLive这个扫描 用扫描 扫完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扫出来这么几个这个主机 好 那么我们再用ARP来进行这个发现一下 比如说我们Use 然后这个Auxiliary 然后Skanner Skanner下的这个Discover Discover里面的这个ARP SWIFT 用ARP SWIFT这个模块来进行扫描 好 那么我们使用方法跟这个Explot那个模块的使用方法都是一样 都是Use首先你要用哪个模块你先Use Use完了之后呢你要看一下它有哪些参数需要我们去配置 那么比如说这个接口 我要指定用我这个接口指的是我Cali接材机器的就是我Cali接材机器 我用哪个接口去进行发包然后发ARP的包来进行ARP的SWIFT 比如说这个其实不是必须的不是这个require的不是必须的 但如果说你想这个像这个单独指定一下的话你也可以setsetinterface eth0 然后呢我们再setsetRhost Rhost肯定是要指定要你要扫的这个目标 那么我们要扫哪个目标呢 目标我们说IP可以有这么多种指定方式 那么我们还是指定这个网段 192.168.1.0-24 比如说就指定这个CID2的最终标识方式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指定这个Shost Shost的也就是原IP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其实可以做这个原地址的一个伪造 那么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去指 那么如果不需要那么我这就不指了 然后还可以这个伪造原MAP 这跟这个NMAP扫描的时候一些参数的这个作用 是一样的 可以伪造原IP伪造原MAP 这个都可以做 然后Thread Thread还可以这个增加线程数 默认是一个线程 一个线程扫描的速度可能不够快 那么我们可以来set一下这个线程数 比如说我们给它set成20个线程 这样的话就可以20个线程并行的去扫 这样的话扫描速度就会比较快 好这些基本的我们都设置好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OK没什么其他的这个要设置的东西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Run Run和X-Rite其实是一样的 这个是没有什么差别 只是以前的习惯性的 习惯性的这个以前老版本 那么是Auxiliary模块都用Run来运行 然后X-Rite模块都用X-Rite去运行 那么这是以前的一个惯例 但其实现在都是一样的 我们现在就Run它 Run它的话 现在就是以20个线程的速度去扫描本网段 去发现主机 那么现在已经发现了 说这个1.1appear to be up 然后1.0 104to be up 然后110up 111up 122up 然后一会把整个这256个地址都扫完之后呢 就所有up的机器就都已经发现了 好 那么这是OK 256个IP地址扫完了 20%来完成了 发现了这么几个up的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 和之前我们扫的通过NMAP扫出来的结果 是这个完全一样的 113 113是我自己 那么它不会把自己显示出来 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没有任何差别 好 那么用ALT可以做发现 那么我们还可以做别的类型的扫描 比如说我们做这个 发现了某些主机是活着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想扫描它的这个 某些端口 某一些指定端口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个 Auxiliary scanner下的这个 POP scan 就是这个端口扫描 端口扫描下呢 其实有 还有很多种这个可选的具体的扫描方式 你可以用ACP扫描 那么这个具体的扫描方法 我们在之前的章节都已经说的够详细了 所以我这里不再说 TCP扫描还是Christmas扫描 这个还是Sign扫描 那么我们先来个Sign Sign扫描 然后Show option 看看有哪些参数是我们需要去配置的 那么这个interface 如果你想配的话可以配 如果不想配呢 那也可以不配的 那么不配置它呢 不配置接口的话呢 它会根据默认本机 Pari这台本机的这个路由 去自动的使用相应的这个网卡 然后这个端口 如果你想这个指定 这个具体要扫描哪个端口的话 比如说我就想扫描 我的网段里所有拍了80端口的这些个主机 那么我就可以SetFox 然后端口设置成这个 然后这个RFox 主机设置成1.2.168.1.0到24 这样的话呢 目的就是说扫描我的一个网段 256个地址 哪些机器开了80端口 或者是你指定某一个IP 扫描它这个某一个段 这个端口是1到1万 或者是1到6535端口 OK 然后为了速度快一点呢 我们还是可以Set一下这个Thread 给它Set再大点50 这样把它开一下 好 那么最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才做的所有的设置 如果觉得没问题的话 那就可以Run 那么稍等一下呢 就我们就会发现在我现在这个网段里面都有哪些个IP地址是开放了80端口的 那么这是Sync扫描方式 你还可以用这TCP扫描方式 用这个ACP扫描方式 用这个Charismas扫描方式 都是可以的 那么其他的我就不具体做演示了 好 这是这个做了发现 做了端口扫描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些其他类型的扫描了 没有什么 接下来呢 我已经看到了 好 它的扫描方式 后面就做好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